大家好,我是孫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四個字,小心背遲 先說說港股走勢 今天港股走勢相當牛皮 稍稍低開後,全日反反覆覆 跌過下,亦有進漲過時 最後全日小升5點,收27,688點 成交729億 今天市場能夠升少少 多得重磅故,今天又盡漲 包括右邦保險,升0.5% 已經站在雙底頸線之上 騰訊也英俊,跑完大試 也有0.3%的升幅 突破下降軌 成為市,今天能夠再升5點的重要動力來源 整個市形勢 今天市,雖然升幅不多 只有幾點夜 但已經是第五日上升 換言之,可以好好聽說是五年升 五年升後,整個形勢是怎樣 從昨天說的正面因素 今天仍然存在 其中一個是中美貿易談判 昨天說的一個重要代表 萊特希澤好像說不同意 取消之前的1,100億左右 美元的中國產品關稅 但現在最新說法,白宮好像已經達成共識 又報道這麼說 只剩下特朗普簽紙或拍板 便可以了 換言之,比昨天的情況好一點 加上美股的形勢,雖然個別指數有少少回 但道瓶斯仍然有30點進帳,再升 換言之,美股亦不覺得很大問題 加上外匯市場,特別是人仔 人仔今天再升 升穿了7關口 6.6998 我們檢查價時,大致有這個數字 換言之,繼續站在3個月的高位 整個形勢好像不錯,沒有大問題 雖然整個氣氛,外面的資產市場 以及消息,都是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 但大家都要留意四個字 就是點題四個字 小心背遲 因為市上升的同時,背遲異樣出來了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首先,剛才提及過 今天港股雖然升5點,但成交明顯萎縮得很厲害 只剩729億 昨天也剩9百多億 今天剩7百多億 換言之,減少了200億 市升成交縮,顯示上升動力麻麻糊糊 這值得大家留意 上升動力不足 第一,跟市場走勢背遲 第二,背遲是甚麼呢 恆生指數今天進漲 但市場,整個港股股份 主辦理解,是下跌的多於上升 下跌有九百多隻 上升只有七百多隻 換言之,也跟升勢背遲 值得留意,或者叫升市的廣度不足 雖然今天升市不多 但無論如何,跌就多於上升的一大部分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值得跟大家說說 兩個很重要的中資股指數 今天走勢和恆生指數並不配合 首先說國指 國指今天跌16點 跌10.2% 和恆生指數升5點 有少少差距 在陰陽足圖來說 今天近似十字升的走勢 十字升的意思是 開市和收市價很接近 這十字升在昨天的小羊足的足身裏 換言之,形成了所謂新懷六甲的走勢 新懷六甲,換言之是代變的訊號 尤其是代變的威力是怎樣呢 是向淡理向好 如果是升市持續上升 代變訊號很多時候 就有一個偏向負面的形勢 正正國企指數就看到了 一個代變訊號出現什麼位置呢 就是出現連升幾天 連升幾天 以至升到一個重要的阻力位 這個阻力位就是前浪頂的阻力 換言之,國企指數的新懷六甲 可否是偏淡的 本身已經跌了 已經和恒生指數的走勢有背道而馳 加上新懷六甲走勢也是偏淡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個 第二個很重要的中資股相關的指數 就是上映指數 今天跌了 跌的幅度比國企要多一點 跌0.4% 跌13點左右 仍然不能夠站在3,000點以上 看到上映指數的走勢就是三角形走勢 之前一個交易日升到三角形頂部 就回落下來了 高位健健回落下來了 出現一支比較長的首貨 今天再來一支陰竹 而這支陰竹和昨日的陽竹 就是組成一個烏雲蓋頂走勢 烏雲蓋頂走勢 更加在三角形頂部之前出現烏雲蓋頂走勢 亦都是偏淡一點 亦都是跟各自差不多 本身已經跌了 加在三角形頂部之前出現烏雲蓋頂走勢 亦都不是太利好的印象 加上另一句說 這個就跟背池不太相關 但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出現三個背池之餘 美匯指數 都要留意重要的位置 會不會出現變化 現在說的是什麼 已經看到美匯指數 之前兩次就移了一個底 這個底 做了一個小箱底太細 這陣子就慢慢衝上去 今個星期 昨日一棍大陽竹升底 這個小箱底頂線 這個頂線水平很重要 如果穿了就麻煩 因為昨天節目提及過 這段升浪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美元下跌 令到新興市場貨幣 以至市場風險慰納 都得以改善 但現在看到 它已經升到接近小箱底頂線 如果升穿 都是有點頭痕 大家留意著這個走勢 這個值得大家留意 加上恒指自己本身 都要小心 一來就是昨天節目提及過 200天線昨天差兩點 就升到調頭回軟 今天穿過200天線 高位是27750 穿過200天線27742 因為少少上升 穿過但也不能夠收在其上 回到276800收 顯示200天線有阻力 加上一個更加重要的阻力 就是密集區 密集區也是一個之前 頭堅頂的區 升近這個區 就逼近二脈天線之前 整天升勢受阻的格局出來了 大家要小心 剛才提及過幾個倍次 加上這兩個狀況 可能恒生指數 即使中線形勢仍然偏好 但短線可能會在密集區前 大概27900點左右 出現短線整固 時間關係 今分析就大致了 多謝大家